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切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而受此,愿解如来真实意。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各位师兄,很上吉祥 其实人生就有种种的一种境界 有时候我们这个人生里面,我们就有种种的境界在这个生活之中 那我们就简单讲的话,其实我们人吧 其实一出生,你说人之心本善或者性本恶呢 在我们的这个修学方式,我们说人生之初,性本善 因为你看我们一出生,孩子都他们是那么纯洁 他是那么纯洁的 那从小你叫孩子说这是比,你叫他A到Z 你跟他讲花,是我们慢慢慢慢慢慢地教出来的 所以我们就很单纯地去给他们教育,他们也很单纯地去接受 所以孩子是很可爱的,为什么?你叫他A,他就A 你叫他A,他就A,你叫他A,他就A,你叫他A,他就A,你叫他A,花就A 就一直这样子训练他们之后,你会发现孩子是非常单纯 但是随着十日的酒则成长 那哇,这个孩子我们就开始人生就开始有很多的欲望了 就想要种种的欲望就升起了 对世间的一切呢,就这个不满,那个不满,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就开始种种对于这个人生的不满的一个心性就出来了 忙忙碌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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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碌到最后 抱怨众生,抱恨众生 所以你看这个人生的话呢 如果啦,以我们来讲到最后呢 到了年纪,OK,抱怨到你五六十岁,六十多岁到我们这种年龄 我们也抱怨不了了,因为走过了,体悟过了 最后什么都没有用了 最重要是自己快快健健康康就好了 到最后我们就要求到这样的一个境界 所以人的一生中就有这样的一个境界 单纯到复杂,复杂到最后也很单纯 你们还没有到我们这种年龄,你不觉得这个重要性 但是到我们六十五坐六万七的那个当人就讲 哎呀,什么都算了吧,哎呀,什么都不需要去计较了 有没有也没关系啦,都老了 你就会演变到这样子 所以呢,在修学上也是一样 你们初学进入佛门,你们很有信心 我们讲什么,你们收什么,讲什么,收什么 但是这种初学者,就是像我们这些初学者的话 我们很单纯,老师给什么教育 我们听到什么教育,我们就会去想,去怎样啦 就去接受接受接受 但是你慢慢接受了之后,如果你的心的那种不稳定 你又这里追那里听那里听,结果你的心开始乱了 开始乱了,开始乱了 它肯定可以变成你修学的障碍了 它会障碍你做什么,到底这个是吗 那个是吗,A或者B,B或者A 结果呢,就把自己弄得乱了 但是弄乱了之后,你又觉得说,哎呀 不对啊,我应该好好的去修学啊 如果有些人,他们到了这个层次,第二个层次 我就刚才比喻了就是这个境界的第二个层次 他肯定放弃了 他肯定不能再修学,他的人生就不暇了 他就忙碌,然后就糊里糊涂的过了 你说修学什么,他也没有了 对吧,他也没有了 到最后呢,如果他能够突破的话 从第二阶段呢,他这样跑,这样叮叮咚咚咚咚咚咚 弄到自己很乱,到最后他觉悟了 哎,觉醒了 觉察到,哎,我这样是不能的啊 我不能这样子的啊 这样子我到最后什么都两头 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做啊 也找不到一个所以然啊 那你就觉悟了 啊,当你觉悟那是恭喜你咯 他不会停在第二个人生的阶段哦 他不会停在修学的阶段哦 我们就继续又在好好的 当下呢,就去好好的修学了 那你就通过这个修行又继续继续 直到你的本性回归制了 当下你就马上,哦,原来体悟了 所以我就说从有到无,无到有 从无到有,有到无 就是这样,有设计时空空 就是这样子来的 到最后你突然间当下,哎呀 我为什么要这样烦恼 我不当下修就好了吗 如果你能够体悟到这一点呢 其实我们不止觉悟了 就属于测误了 测测底底的 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了 我带出这样的一个解释呢 其实我相信你们都听过 我们在这个禅修上或者说禅师们常常用过这样的一般话 你们听,记得你们有听过吗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最后,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有听过这句话吗? 有的几首? 明了法师常常讲的 看山是山 就是第一个阶段的人生 我跟你讲 是圣第二 然后呢 看水是水 没有分别 很单纯的去接受 等到你慢慢进入了一个思维 然后你就 我进来了 我的那个所谓的欲望进来了 对思维进来了 你就开始觉得 山不是山啊 那个山看来又不是这样 又乱了 乱乱乱乱乱一个时候 最后你会跟 哎,我为什么要这样烦恼 我不好好地去看着那个山就山 我单纯一点 你就马上证悟了 所以你这一句话就是带出人生的三经 也是修禅的 禅定功夫的一个境界 所以记得 这一句话讲起来是禅师说的 看山背起来 看山是山 看水是水 是初学者 然后等到你终极的时候 学习的终结物的时候 你就说 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到最后你错误了 原来山还是山,水还是水 没有分别是你去用你的意识心 去思维多想了 我们说多想 是吗? 所以我上一轮有跟你们说过了 我们说定啊 修行啊 接定会啊 其实 记得一句话 修行不是要去遇到佛 遇到是好 遇不到也不用烦恼 修行不是遇到佛 是要遇到谁 你们知道吗? 修行要遇到谁 不是遇到老师哦 不遇到佛 修行最重要 是要遇见自己 记得这句话 很缠的一句话 修行不是为了遇见佛 而是遇见你自己 看透你自己 明白你自己 叫做修行 是遇到 要遇到自己 不需要遇到佛 让我们讲了那个智慧的这一方面呢 然后我们一定要 很用心的 去 执行我们的责任 而这个责任是自己的责任 不是你我的责任 我的责任是带动 导致敬的责任是 讲法 你们的责任是坐在这里听法 然后思维然后去串习 这是你们的责任 所以我们说 组织了这样一个组织小组 我发现到这个小组的带的利多于 利多于比 其实也有一点点小小的那些 自己本身的所谓的就是 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的 那种情况 出现了 开始出现 但是 山还是山 水还是水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初心 还是 这是等于我们测误的心 他没有 没有 没有其他的用意 那我希望大家能够珍惜 这样的一些些的 修学的法言 阿弥陀佛 好 来 Dr. Jin 开始了 OK 谢谢老师的开始 我们要抓紧时间 老师刚才提到的 遇到自己 要遇到自己什么 找回你的清静心 本来就是清静的 想太多了 多想了 很多烦恼跑进来 自己是谁都忘记了 所以 学佛呢 就是要 找回遇到自己 找回自己那个 本来清静的 本来清静 不要找回那个污染的 OK 上一个class 我们讲到 第九第八面 讲到 祭地的内容 苦祭灭道 OK 苦 讲了一大堆苦了 苦苦 坏苦 辛苦 OK 现在我们讲 祭 OK 祭 记得以前我讲过 祭就是 遭感性的 就是我们的苦 就是我们自己 遭感而来的 遭 每天去遭 这边遭一下 那边遭一下 祭在一起 就带出了很多那个 叶 那个果 所以这个 祭呢 使众生 引起 世间苦果的原因 我们 让我们 得到这个苦果的原因 就是所谓的 祭地 第一呢 是真理的意思 是真的 真理来的 众生在世间 是由果报的 种子事 牵引而来 记得我讲过吗 我们是 第八事 第八事 就是这个 种子事 我们 我们人 舍报了之后 往事了之后 我们的第八事 就离开我们的身体 就去 跟着那个 业力的牵引 带我们去 哪一道 投身 OK 你造的 人道的业 你就去跑去 找一个人来投胎 去人道投胎 你造了下 第一的阴 你就是下第一 去出身道 就是去出身道 OK 所以我们讲说 是由果报的 种子事 牵引而来的 因为我们所造的一切 都是 收在我们的 第八事里面 到时候 第八事会 知道 因缘 也合和了 你 那个果报 哪一个果报 先成熟 我们不一定说 我们今世 做了很多好事 你下一世 肯定是人 不一定 有可能 你上一世 造的 下第一的阴 在你 下一世 那个果报 先成熟了 Even though 你这一世 做得多么好 你有可能 会下第一 只是 因为你这一世 做了很多的好事 有可能 你下去 那个地域 是不是很苦的地域 看你所造 这一世 所修的 我们相信 因缘 因果 是不坏 但是 可以 种罪 轻受 OK 所以呢 祭地 你看第二 第二个 第二段 我就写 祭地 以 耶 为 正因 我不知道 你们还记得 那个 四圣地的 十二个 形象 十六个 形象 OK 祭的形象 就是 因 缘 因 祭 缘 和 生 所以 这个 耶 是 它的 正因 它 正的 因 耶 以 思 为 体 能 发动 根本 意志 而形成 身口 意 三 耶 祭 是 聚集了 苦的 因 和 苦的 言 耶 就是 因 烦恼 就是 言 这两个 因缘 和 合起来 就 造成了 这个 祭地 的 事实 有了 祭地 你照干了 很多 你就 必须 受苦的 果报 OK 我们 佛法 佛呢 把这个 法 每一个 法 它都有 三个 特性 每一个 法 它都有 它的体 它的 相 和 它的 用 你看 它这边 讲 业 与 丝 为 体 我们要造业 第一个 它的本质是什么 你要 进去你的脑袋 你要想 你接触到外境了 你的私心所 出动了 你就开始想 OK 所以这个私心所 上次我说过 它有三个功能 第一 它有 审 审律师 决定师 和发动师 就是说我们那个 私心所 一出动了 它会去想 它会去考虑 审议 看这个 看环境 看好 然后它就决定 决定了 它就去发动了 它发动什么呢 发动我们的 身和口 去造业 你们要记得 我所谓的造业 不一定是二业 OK 就发动我们的 用我们的身体 或者是我们的口 去造业 身体就是 动作 口 就是用嘴巴来骂人 称赞人 讲东西 OK 所以你看这个 业以私为体 就是它的 最基本的东西 它的本质 就是私 接下来呢 所造出来的 善恶业 就是它的相 OK 所造出来的东西 是它的相 然后 这个业的用处是什么 它的作用是什么 会让我们受果报 简单一个例子 就是说 铁 OK 你们就想一个铁 铁 我们可以拿来 造很多装东西的 OK 我们讲 我们造一个杯 杯 可以拿来装 什么 装水吗 所以 这个 杯 它的本质 是什么 它的本质 它的体呢 就是这个铁 它的相 就是这个杯 一个现象 做出来的那个相 它的用是什么 可以拿来装水 所以每一个法 它都有这个体 相 和用 这三个东西的 明白吗 它的意思就是这样 你看啊 有一些作用啊 你看那个相 相就是现象 有的在外表 物理现象啊 生理现象 我们是可以看得出的 然后它有 另外一种 就是心理的现象 你看不到的 我们所的想法 那个现象 你看不到 作用 你看每一样东西 它都有 它体 它的用 有可能有很多种 好像我给一个比例 就是水 OK 水 它的作用 它有三个项 第一 是水 但是它的相 它可以有很多种相 但它本来 它的本质还是水 它的作用呢 因为它有不同的相 它就有不同的作用 OK 水 我们可以拿来浇花 它的作用 我们可以喝 那个水蒸气呢 你可以拿来发电 OK 然后冰呢 它的作用 又是另外一种 你可以拿来保存 把保存一样东西 不会坏 OK 所以呢 每一个法 它的本质是一样的 但是它也可以有很多相 它也可以有很多用 明白吗 每一个法 都有一个体相用的 所以这边它讲 这个 业以丝为体 它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OK OK 我们看第二面 只用一业 就是叫丝业 就是我们只是用我们的业 去造的业 我们叫丝业 业业跟口业 它只是生业 同时进行 它的名字叫做 丝业 OK 丝业虽然是 没有表现出来 但是它会形成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 我们称之为业力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 我想不了吗 我没有动作啊 以为你没有造业啊 你也造业 这个业业 是很重的 很难忏悔的 因为没有人知道吗 只要你自己不去忏悔的话 也没有人看到你做错东西 你也不觉得你做错的话 那个业业就一直在那边 被针 所以这个业是很恐怖的 他给一个例子说 比如你不断去想要去杀人 当业的力量一直推动 推动你的时候 你就会形成那个趋向于杀人的行为 你每天在想 我很讨厌他 有一天 我真的想杀死他 只要你每天这样想 每天就想 就好像我之前讲 我们看到一个人 我们的诚恨行为为什么越来越大 因为我们看到一个人 我们不喜欢的时候 我们就是 专去想他的坏处的 专去想他的缺点的 专去挖他不对的地方的 所以你就越想 越想就是越讨厌 越想就是越恨 那总有一天 这个业力 会倍增到一个程度 加上一个外缘挑起 你就会去做了一些 你不该做的东西 去杀了他 还是什么 因此 虽然仅仅 虽然只是这个失业 你事实上 你没有做什么坏事 但是我们还是要忏悔的 OK 这个地藏本言经讲的 佛说 南言福提的众生 我们的举心动念 无非是业 无非是罪 我们每一天的举心动念 都是在造业的 佛看我们这个众生 就是这样子 南言福提 就是我们这个众生 所住的这个世界 我们叫南言福提 南瞻步骤 其实这个 这个言福提 其实是一棵树的名字来的 它有它的意思的了 我们凡夫众生的 己心动念 很多都是自私自利的 每个都把我们自己 放在前面 很少会为众生 所以我们既然发愿了 要行这个菩萨道 我们就要把众生 放在前提 OK 因此 我们自私自利吗 因此就会造 种种的业 假如呢 不及时忏悔 也会造种种苦的业因 造了的恶业 就是带来苦因 就算是 我们 我们现在 讲 修十善 五戒十善 OK 你将来真的是 再得到一个人生 狭满的人生 但是你看我们 读了这么多 上了这么多课 我们这个人生 其实也是苦的 总之 你还在这个六道里面 脱离不了生死 就是苦的 所以我们尽量 尽量修 修到有一天 真的可以了脱这个生死 业的性质 有三种分类法 之前我记得 我有讲过一个课 就是讲那些业的 各种各样的业 什么丁业 不丁业 饮业 满业 这边它所分的 比较分成三大类 一个是三业 二业 非善非恶的 无忌业 所谓的无忌业 你做好 没有好也没有坏的 像我们吃饭 吃饭的时候 业在佛法来讲 就是一种动作 一种行为 动作 我们吃饭 也是一个动作 这也是一个业来的 那你吃饭 你会照业吗 你不会照业的吗 你走路 你会照业吗 你这样走出去 外面丢垃圾 你不会照业的吗 所以这叫无忌业 就是它不会忌起来的 不会忌起来 只是散还是恶的 它不用忌起来的 除非你走路的时候 看到一只狗 你用脚筋踢它 你就在照恶业 只是普通这样走路 也是一种动作 那个是无忌业 又不散又不饿的 我们时常很多 在做这无忌业的 OK 坐在那边看书 你看书是一种动作 你是在做业 但是这个无忌业 也没有好也没有坏 除非你去念经 在看佛法 那个就在做散业 OK 然后第二种 比较大类的分法 这个黑业和白业 看名字 我们大概都知道 黑就是不好的 黑 专造一些恶的业 白业 就是比较好的清净业 这些呢 其实它会分到很清楚 什么黑黑一熟业 白白一熟业 黑白黑白业 非黑非白业 我们不用记得这样清楚 你们大概知道 比如说你们看到 所谓的黑业和白业 就是散和恶 OK 然后第三个是烦恼业和清净业 用烦恶来造的业的动作 的行为 就造成这个烦恶业 清净业呢 我们有时常有在做 就是三轮体空 所做的业 这个是清净的 好像布施 用三轮体空来布施 你做的这个是清净的业 清净的三业 OK 要三轮体空 不要有所求 有所求呢 又叫做有漏业了 就是烦恼业 你有所求吗 你做了个布施 你有所求吗 然后你又得不到 你所求的 你是不是起烦恼 所以假如你不是 三轮体空的布施 你是有所求的布施 你其实在造着烦恼业 求不得苦 OK 所以布施三轮体空 是很重要的 回向 也是要三轮体空的回向 不要回向 一直记得 一直是记得 哇 你生病的时候 我回向给你多少本金 你知道吗 你现在这样子对我 哇 烦恼咯 你都没有三轮体空来回向 OK 有所求 要人家回报的回向 也是不好的 那个是烦恼业来的 OK OK 接下来我们讲 刚才我们讲 基地以 业为正因 OK 现在 它的住原是什么呢 住原就是烦恼 无名烦恼 促使业的成熟 就是说 我们有这个 无名的烦恼 我们才会去造业 我们的业才会成熟 而基地的业 它一定跟烦恼相应的 因为我们所谓的这个苦 祭灭道 就是招祭这个苦 招感性的 苦是逼迫性的 记得我讲吗 苦祭灭道 苦是逼迫性的 祭是招感性的 我们自己招来的 灭呢 是可证性的 我们可以证悟的 道呢 是可修性的 那些道 那些方法 是我们可以修的 所以它有这个意思 所以 基地的业 它一定跟烦恼相应 所以烦恼 就是产生种种业的住原 如果没有烦恼 就不会造业 施 如果跟烦恼不相应 就不会造成烦恼业 也不会变成基地 所以我们有讲过 我们讲新王新所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讲 我们的那个什么 开始那个什么 普遍性 记得吗 作意 出 想 失 对吗 作意 受 作意 出 受 想 失 那个失 是那个 其中一个新所来的 所以我们修行人 假如这个新所 时常跟 善新所相应的话 你就不会造业 OK 假如你这个失心所 时常跟那些烦恼新所 相应的话 起来的那些起心动念 全部都是烦恼 造的全部都是烦恼业 都是恶业 就变成这个基地 无明是什么 就是没有智慧的光明 混乱的心 情绪波动的心 自私而没有智慧的心 这些都是称为烦恼 OK 其实这个好像是 复习这样 烦恼 大约分作三类 根本烦恼 大家还记得 根本烦恼 你看他这边 他把 烦恼 根本烦恼 我们知道 记得以前我们讲过 六个根本烦恼 一直提的 六个根本烦恼 OK 他现在他这边 他把 根本烦恼 分成一和二 为什么呢 因为 六个根本烦恼 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死死 记得吗 五个历史 五个顿死 OK 你看 第一个根本烦恼 贪嗔吃慢饮 这个叫做修货 也叫做私货 这个是我们 错误的思想 OK 我们一直去贪 这个思想 带来的 所以我们叫私货 由错误的思想 带来的烦恼 叫做私货 是从五死以来 累积所成烦恼的根 所以这个 这个在另外一个名称里面 excuse me 叫做五顿死 顿 很迟顿的顿 它是慢慢 慢慢培养出来的 你一直爱 一直要 一直要 你就有这个贪 你一直发脾气 一直讨厌 一直讨厌 它慢慢就变成这个成 而且它很难 很难断的这个烦恼 所以它叫做五顿死 就是五个 六个根本烦恼 这五个 这个贪真吃慢 也叫做五顿死 是我们错误的思想 慢慢慢慢形成的 好像这个慢 这个慢 贪真吃慢 你这个慢 也是你从小到大 假如你生活在那个 家里的环境 把你捧在手心上来养的 你要什么 给你什么 然后就一直称赞你 所以你从小到大 你就起了那个我慢的心 我什么都比别人好 所以这东西就是 慢慢慢慢这样形成的 所以它叫做顿死 死啊 那个死 是另外烦恼的意思 另外一个名字 所以这个东西要断也很难 这些烦恼很难断的 OK OK 第二 根本烦恼的第二类 名字叫恶见 六个根本烦恼 贪嗔吃慢于 跟恶见 六个全部对吗 刚才Molly很smart 然后她发现到我 我讲六个根本烦恼 Only five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OK 所以那个二肩 我们放在第二个part 因为 第一那个叫做五顿死 现在这个二肩 我们叫做五利死 利呢 就很sharp的意思 就是说很快就起来的 这个烦恼很快就升上来的 叫做恶见 见解吗 我们的见解 人家跟你讲那些东西 不是这样的 我们那个见解很快就起来 说它很利 但是这个呢 是比较容易调服的烦恼 OK 很快就也可以 真的 人家 你不要一直 不要把我们这个我放下来 你的恶见就没有这样多 所以很比较容易调的 跟上面那个五顿死 这个比较容易调 我们它种名叫恶见 也叫做不正见 这个叫做见祸 就是我们不对的见解 造成的祸 叫见祸 OK 我们时常有提到 见识祸 见识祸 OK 恶见呢 那又分为五种 身见 边见 邪见 见取见 和借近取见 身见就是 我们一直 觉得我们自己的见解是对的 或者是另外一个解释 就是说 你一直认为你这个身体 你这个五蕴身 是长的 有我的 这个叫身见 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 你一直认为你自己的见解是对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一直执着这个抱身 这个五蕴身是 有的 是真实有一个我在那边的 这个叫身见 边见有两种 OK 就是边你们记得 跑一边的 OK 不在中间的 either 断见 还是常见 断见就是说 我死了就死了啦 没有地方去的啦 死掉了就死掉了 没有了的 断掉了的 OK 常见呢 我是人 我死了肯定 我又投胎做人的 那叫常见 动物死了肯定 又是投胎做动物的 他们没有六道轮回的 他们不相信六道 不相信民国的 不相信你做了恶业 你会堕落去 三恶道的 这个叫常见 OK 另外一种解释 所谓的常见呢 就是说 我们觉得 一切东西是常的 不是无常 这个常见有两种解释 在佛法里面 这个边见 其实有很多种解释的 只是在这个恶见这边呢 我们通常都会用 断和常来解释 有时候我们 他有讲那些 对和错 很总之是两边的啦 然后邪见 大家知道咯 邪见 去相信那些 不logic的 不真的那些见解 见取见 OK你看 见取见 就是这个取 你就是拿 那个前面的三个 身肩 边肩 斜肩 你去拿这些 这三个不对的肩 当作是你的见解 或者是 你一直取着 你自己的见解 是对的 这个叫做 见取见 OK 拿着 见解 自己的见解 或者是 身肩 边肩 斜肩 觉得这些见解 是对的 你就有这个 见取见的二肩 OK 戒 敬取 见 就是 我们继续守一些 被敬止的戒 OK 好像 有人跟你说 印度还有很多 他们所谓的 牛狗戒 他们认为 好像牛这样 因为牛对他们讲 是很神圣的 他们认为 我学牛这样吃草 我也会解脱 他们认为狗 有的狗吃大便 我看 经典是这样写 真的狗吃大便的吗 狗狗吃大便 会解脱 所以他们也去 持这个戒 其实这个戒是 不允许的 有的 手拿起来 不要放下来 久了你就会 解脱了 到现在 有的时候 我们在印度 也会看到 有些人 他们没有穿衣的 拖到光光 把满身涂满 那个灰的 没有冲凉的 几十年没有冲过凉的 头发流到长长的 那种是他们 有一种邪见 有人跟他们讲 你持着这样子的戒 你能够解脱 但是这个戒 在佛法里面 是被禁止的 所以我们叫做 戒进取见 OK 这个是邪见来的 不正见来的 我们不可以要 OK 这个 根本反而 这个第二类 称为恶见的呢 是从无始以来 以及我们这一生 所学习 经验 而得到的 看法和想法 OK 这是 我们很执着 自己的看法 自己的想法 然后第三个 所谓的 滋末烦恼 这是从根本烦恼 生出来的 好像树枝 有那些很多 小小的树枝 那些brunch brunches 我们叫滋末烦恼 这个很多很多 你们就想一棵树 有很多很多 小小的树枝 很多这种烦恼 无量树 就是很多很多 比如贪 它的滋末烦恼 是什么 它是从 你看 与它相应的 有欲 爱和取 欲 我们一直有 那个欲望 一直有 那个欲望 久了 就变成贪 你爱 一直爱 一直爱 也是变成贪 所以它本来的 那个根本烦恼 就是贪 OK 然后你一直取 一直要 一直要 一直拿 一直拿 就是贪 OK 称 和它相应的 有恨 忌 和愤怒 每天讨厌 每天讨厌 每天妒忌 嫉妒 妒忌 人家久了 你就有这个称恨心 OK 所以 这个叫做 滋末烦恼 有很多种的分类 有的讲 我们学 那个新王新所的时候 有那个 所谓的什么 随烦恼 记得吗 有20个 大 大 大 中 小 烦恼 记得吗 那些都是 所谓的 滋末 烦恼 来的 我们 上那个 新王新所 的时候 OK 20个 随烦恼 就是 10个 小的 2个 中的 8个 大的 OK 这些都是 所谓的 滋末 烦恼 所以 经典 他们把 这些烦恼 什么什么 法分类 是很多 方法 来分类 我们大概 知道 它 最主要的 有这几种 OK 到现在为止 大家有什么 想要拿出来 讨论一下 的吗 老师 有什么要补充吗 老师 去了 你们怎么样 有没有问题 关于这个 复习 我只能够做复习 因为这些都是 我们曾经 讲过的 谈过的 不过 这一个 就比较 更详细的 把它标出来了 也详细的 更浅 我觉得它 比较浅白 让你们更加理解 所以在这里 你们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 如果没有的话 都是一个复习 这样子 这次讲的 会比较 生活化一点 对 对 谁 谁 阿仲 OK OK 刚才你讲的 黑夜和白夜 can give another explanation 黑就是 恶的 恶和正 恶和正 白白 你知道白白 我们都想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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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白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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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好事 是吗 好的 好和不好的 好和白 其实 黑洞白 对了 黑洞白 你说黑斗白斗吗 有没有 这个 烦恼月 清清月 也同样 差不多 差不多的 只是它会分得比较细一点 明白吗 what causes the number three what causes it 烦恼 你看我们众生做的月 都是烦恼造成的吗 因为 因为上面你讲 you think about it it's already become a月 对呀 一月吗 你这个烦恼月 你用那个刚才那六个根本烦恼 你去造的月都是烦恼月 明白吗 你贪 你在心里贪那样东西 你没有讲出来 没有人看到的吗 但是你已经造了那个一月 你要那个东西 你很想要那个东西 你的贪 it cannot become reality 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 the acting is that you just think about it but you cannot become religious 假如你没有做出来啦 is that still become a sin yes 这个最严重的 我刚才讲 最难 最难忏悔的月 就是义月 因为你没有讲出来 又没有人知道 然后假如你 你又觉得 你没有造业 你又没有觉得 我做错 那个业会倍增的 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的 所以这个义月是最糟糕的业来的 没有做出来 没有人看到更恐怖 明白吗 good or bad also is the same 对呀 你想的那个好的业 你每天在称赞人 每天他感恩 这个是你的好的意业 那你们要去得业 不一定是 对 不一定是坏的 散业 恶业 业其实就是 所做所为行动 所留下的一股力量 业力 形成那个业力 就是你所做一件事情 它会形成一种业力 业力可以散的 可以恶的 不一定 人家讲业 就是恶的 不是哦 有散业的哦 因为我们习惯讲哎哟你造业 这样子你造业了 所以我们后来听到 造业就一直想到是不好的 其实不是的 造业 你可以的话你造很多三业 也是一个造业 如果你的这个 一业 会去那个我们的 那边的什么 肯定啊 种子啊 所以我跟你说 我们说 善恶业 善恶种子 也就是善恶业的意思 我们的生命流转 不只是无名 我们也被业力 牵引着我们流转 所以你说业 会不会受到霸市 其实霸市是我们流转 生命的流转 就是投胎 一直轮回的 那么储存在里面 就是善恶业的种子 所以它还是储存起来 不管善恶 它都是储存在我们的 这个意思之中 霸市之中 而且你的生命的流转 不是十二亿元的流转 它也包括了 我们的业力的流转 所以业 刚才讲到一业 一业是最可怕 身口业 身你做出种种的行为 你怕人家看到 你杀人你怕坐牢 因为做出来了 到时候你会业恕你自己 口业你骂人家说你 你骂人发脾气 人家说你没有含养 你也为了保持你自己好的形象 你也不敢做出 不敢骂人 但是你的意 你的思维里面乱想 我要杀掉你 如果是我 我一定杀掉你的 我对你不客气 你只要一巴掌挂你 你就一直骂 一直骂 然后晚上睡觉 夜想又不甘愿 我跟你说 你已经杀了他 那个夜再可怕 我参悔也不能够 很难 最难参悔的 慢慢 最难参悔的就是我们的一夜 一夜最容易造 为什么他说夜夜最重 因为夜夜最容易增长 最容易重 你今天早上 讲你一句的话 你就生气他 越回来越想越生气 我知道我当场骂他 等下晚上睡觉 夜想又我真的拿一把刀杀掉你 你就照意 就讲那是不是很重 你想的时候 有一天那个成熟 那个姻缘 你就真的拿刀杀他了 所以千万不要任何意 用任何起心动念 都是一个夜来的 你看我们这个夜力 这个力量是很可怕的 他背针的时候 你只要有一个外延 一挑起来 你真的是去做的 明白吗 那个种子马上现行 Adeline Adeline OK Dr.Chin 我刚才有讲到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无名烦恼 无名烦恼 是我们让我们的业 成熟的一个助缘 那么就是讲 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就去调伏我们的这个无名 无名那边我们去调伏的话 像我们的那个恶业 这边是指的是恶业 对不对 恶业它的成熟 像那个恶业的成熟的那个机缘 是不是会比较减少 因为那个无名的烦恼 你慢慢的减少的话 将它的几率 of你的恶因成熟的话 可不可以讲 它会比较没有这么多 那当然 如果你持续 我是说 如果你持续修下去的话 它这个恶业烦恼都是空的 所以我们才有讲 佛陀讲的一句话 转世成智 就是这样来的 你转恶为清净业 因为你一些东西都会融化掉的 当你改了前面 你的无名一段 你后面的东西完全就不能相应了的 肯定的 所以功夫就是在这边啊 老师 你不怕已经种在你巴士田的二种枝 最怕你不要去清除 最怕你不肯去把它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把它清理掉 你还是一直丢二种枝进去 你只要明明白白清清楚 就是修 就到一天你证悟的时候 一切法源唯空性的话 你后面的马上转 所以都跟你说 你一个八六四里面一转的话 你一到第五 完全就是转了 后面也转了 全部就是一直在转嘛 所以你的二种枝不用跳 它已经跳不出来 没了 你看 因为你都知道你会对峙嘛 你都没有缘 它就慢慢灭灭灭灭灭灭 你看它能够倍增 刚才Dr.Kin所讲我们也听说 二月会倍增 它也会消减 这个是一个逻辑 会增进来会减 你如果只会增不会减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记得二月会消减 三月也会消也会增 你不做一整身它也有利 所以东西是这样 两对立的 所以你不要说 对 所以你看到心经有一句 不增不减 不增不命 不酸不灭 不酸不灭 OK 所以Dr.Kin 我们在讲这个无名 这个云那个情况 就好像我们十二因缘 我们在讲的第一个就是无名 对吗 对 也是和这个有关系了 我觉得 对啊 这好像我给 我刚才我给他们一个 很简单的例子 OK 这边他讲基地是 业是那个阵阴吗 OK 正阴 OK 就是说你 你去shopping 你看到一个你很喜欢的bag OK OK 你想要 但是你没有钱买 你要去偷 他的源是什么 他的住源是什么 住源就是 刚好四周围没有人 你就偷得成 明白吗 假如你还有一个朋友在旁边 告诉你的话 可以耶 快点快点 透明 没有人 这个就另外一个 更加无名的住源来 你明白吗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已经被那个瘫 蒙蔽了 你那个无名烦恼已经把你遮住了 所以那些被旁边的住源呢 会 会促使你去做那个头的动作 所以这些 这些什么月呢 它都是有一个因缘和合的 明白 OK 所以无名其实 假如你不是 假如你不是无名 假如你没有 你很 那个无名没有 你很清静的话 第一 你根本那个 你想要的 你根本不会 你都不会起来的 明白吗 所以很多都 这些月 照促成的这些月呢 很多因缘的啦 所以他讲这个基地 主要的阵因 就是 月 然后烦恼 这是住源 在旁边 加下来的那些住源 OK OK Thank you 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 到这里有问题吗 有问题 答出来问 我们看一下 我们是 先慢慢去 对 我们慢慢讲 上次我讲那个住源 住源有两种 OK 一种住源 它是directly 帮助它的 你们去想 你们在种一样东西 它的那种 增上住源 就是说 你给它肥料 给它水 给它阳光 直接帮助它成长的 另外一种呢 就是 阻止 那个有障碍的源 就好像你去杀 放一些杀虫剂 你把它盖好好放 网 网起来 虽然你没有直接帮助它成长 但是你 把它那个障碍 阻止它成长的那个源 遮掉了 那个也是住源来的 除障碍 住源 明白吗 所以住源有两种的 一个是你帮助它的 一个是你阻碍那些 它形成的那个源 明白吗 那个障碍 你把它 把它的障碍 割掉 所以住源有两种 我记得我上次的讲义有讲过 OK 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 有吗 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发问 好的 小林 我请问一下 那个根本烦恼 你那边写着 是从无始以来 累计所成烦恼的根 这个烦恼的根 就是储存在我们的巴士 对吗 对呀 对呀 慢慢慢慢 这个贪嗔吃鳗鱼 我们叫做失货 因为它是慢慢一直想 一直想 一直想 慢慢慢慢形成的 另外一名就叫 顿死 也很难消除的 很难去调伏它的 OK 你看那些 那些阿罗汉 他们先断了贱货 他们才断失货 他们断了三届的全部贱货 他们才能够挣到出国的了 然后他们要断了一届的失货 他们才可以 可以挣到那个第二国 然后挣到一届 四届的多少品的失货 才能够再挣得更高的果位 所以失货是很难断的 贱货会比较容易断 还有什么吗 我告诉你老师 听到吗 听到 听到 我现在听你讲 刚刚听到的就是 三月 二月就很简单的 三做三事 二月就做一些坏事 杀人放火 或者是同届 就是二月就很简单 基本上我明白 可是我刚刚听你这样讲 我真的是没有理由到 非善非恶的无忌业 这种事 非善非恶就是说 我们心里在揍人家 心里在忌恨人家 对不对 揍人家 当然揍人家 这个不是无辜 不是无明不明不白的 就是被欺负 或者被压制 就是等等等等的原因 这个来讲 我承认我们不懂 真的是很严重 对 对啊 这个是你的一月 OK一月 对 可是这个来讲 我们不懂 现在才懂得 怎样懺悔 挺坑 往系所造诸二月 结由这个是其中一种 然后呢 残修忏悔也是一种 残修那个慢慢以后 我会叫你们忏悔 那个慢一点 这个忏悔业 但是你现在能够忏悔就是 常在在佛前 往系所造诸二月 为什么会做这种业 结由无死贪生吃 所以念这四季 由于我们的一师所生 如今佛前求忏悔 这四季忏悔计 就已经很足够 你去做忏悔 很多的时候修以后 这我现在什么都不敢想 就是说 从现在开始 不要去 不要去 想 做人家 要想 要去想 要去吃饭 然后就没有 非善非恶的 不计业 从此以后就 就不会有问题出现了 你那个 你这个是叫做一夜 非善非恶 不计业 那个不在这里 你现在所讲的算 你所想的 用一想的 是叫做一夜所造的二夜 非善非恶和无计业 那个不是哦 你静静坐在那边 还有另外一个活动 刚才特技有提了 很多例子对吗 走路 对 走路 走路是不是 走路吗 走路 自然的吗 现在我们吃无计的 也没有善也没有的 对吗 非善非劲的 但是你刚才所说 那种种是属于 一之一的二夜 那个是想 那个想意 想不好的 深口一夜 有三种串 深口一夜 深作的 口的 意的 所以我们有 你刚才所想的 我用头脑去想人 想不好的 发皮 这些全部是一夜 你跟想的 不善不恶业 还无计业 那个不同的 走路 你要你自然走路 走路没有业的吗 你看很多动作 是没有业的吗 好像你看一个欢喜的话 你种种的动作 很自然出来的动作 我们身体上的动作 那没有业的 知道吗 你这样就 啪一个蚊子 你就有业咯 对吗 发生你拍手 没有业吗 你拍手 就是没有业的 这个是一个动作 你拍手 是称赞人的话 哇 你好业好业 叫三业 这个有鸡的 这个有鸡的 明白吗 你只是 你在运动的时候 你这样子 他没有鸡的 没有业的 他不会寄下来 不是吗 今天 杀了一只蚊子 寄在这里 走了二业 不是吗 扯着人一巴 寄在这里 那叫寄业 有寄下来的 明白吗 那意味来讲呢 就是 我们要宽恕人家 比方说 他 之前骗了我们 招他我们 或者等等等等 严重 当然我是讲严重了 那我记恨在心 我要揍他了 我要追他找死了 为什么 这个叫义业 对不对 那么可是 他是对我们 欺负过我们 害过我们 那你如果是这样讲的话 我要宽恕他了 对不对 对了 好不好 你现在 你现在所受的 如果你写佛 你知道一切因缘果报 这个是你的果报 你的果报 OK 所以我们相信 我们修学 我们知道 严果不坏 因果不坏 它永远存在 今天你所受的 被骗了 怎样了 被人家欺负 完全是你的果报显现 你就没有恨 如果你不相信因果 你就会恨 下一次 所以 你本期要找 聊了 聊了 我聊了 因为你知道因果吗 原来你们很多人就不懂 就是说我现在被欺负了 他怎样对我 他对我 但是你没有想到 当你前世 如果你深信因果 你前世怎么对他呢 你不懂了 难道没有吗 肯定有 因为我们深信因果不坏 所以你没有那么埋怨的 你就很坦了 哎呀 还掉他 快快显现还掉他 趁我还有能力的话 我快快还掉他 对对对 你如果放在里面 下一次碰到 可能是儿女 可能是兄弟 可能是仇人 可能朋友来打架 我不要 不要 明白吗 明白 OK 好 谢谢 好 来 还有两红 老师 来 来 老师 来 我去路边 我看到那些花 很美了 路边的花 我看到很美 然后我就踩回去 路边的野花 不要踩 不要踩 也是三个月 对 其实偷就是不对 哈哈哈 哈 没有人的吗 我们叫做不问自取就是偷 啊 不自取为道就是偷 对啊 所以我每次跟你们想去旅行 我 também不要去拿东西啊 如果你们真的要拿东西 你要跟土地公公讲 因为是野生的 土地公公我很喜欢 我拿回去好好栽培 我好好养 我很喜欢种 你要讲出来 讲出来 跟土地公公讲 那个土地公公的东西 明白吗 但是人家的家 你就不可以做 人家的你就要去跟人家要求 人家给你就OK 知道吗 因为你在路边抬的时候 你心里一定很多担心 有不懂 有人看到吗 不懂怎样吗 你说这个是不是野 你就是野 你不说我会说野 你说你要去人家拿一样东西 你会起心地说 我拿了他东西 不懂你 他不懂懂不懂 你就野来了 这个就是野 不无存 OK 看到都美的花要去拆 老师 我想问 如果是 我们 我们的意义 二的意义 你察觉到 你有这个意义 所以你应该怎样做 马上 马上 Clear out 马上 忏悔 马上 观察自己这个为什么会浮现出来 而且如果你的意义是针对了你要马上从意 马上向对方忏悔 用意跟他忏悔 马上如果检查到马上要断掉他不要给他进去里面 明白你不要给他进去里面 我常常讲这么一句话 你要原谅别人之前你先要原谅你自己 很多人不知道这一句话的一个妙法 你要先原谅你自己 意思是说我所造都是我过去的无名 我先原谅我这个无名之后 我才向对方忏悔 那个忏悔就会彻底 所以我每次很喜欢你们先原谅 放过你们自己 先原谅你们自己 你才可以跟人家忏悔 你自己都不原谅你自己的话 你怎么样去跟他忏悔 例如说你对某一个人做了恶业 你自己都一直在想 哎呀我对了他 我自己我对了他做了恶业 我很难受 哎呀我真对不起他 那没有用的 你要告诉自己 我当时做这个业 是我要原谅我自己的无名 之后你才向对方忏悔 那个业才能够消除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去深思这一句话 先原谅你自己 其实蛮困难一下 就好像我们被人骗了被人欺负了 当我们有一种不好的念头起来的话 我们还要还要跟他忏悔 还要求他原谅 哇很厉害 是很厉害 真的这个是很大大很大大为 但是很难为啊 对 但是难为还是要为 还是要抓 所以最好就不要给人 就造这种机会了 不要让人家骗 不要让人家欺负 那么就少了这些烦恼 所以从今往后 从今往后 不要小小惺惺的 不要给自己种下 有这种种子 这种利益 其实老师 你看那个角度来看 我让他骗 就是我受骗 我是不是让那个人造业 我也是有业吗 对吗 我是觉得有业 我跟你讲 你让那个骗 当时你不是让他骗哦 哎呦 这很难 你不是让他骗哦 这好像很简单 一个朋友来跟你说 哎呀我怎样我怎样 你就拿了钱借给他 那你说他明明要骗你了 那你当时不是我让他骗 我真的出发以我自己的善心 我觉得很苦 我想帮他 因为我没有深度的思维 我不够 我不够邪气 说No 曾经有人跟我讲 老师你只要跟我 写一个No 就可以了 对 哦 哦 滥用 滥用你的慈悲 所以我说这一点 我们不是给他造业 不是 这不能 我钱是欠他 我不还他 来是还会找我 就还他吧 以前有一位朋友 就跟我讲过 嗯 嗯 昂个蛋 你不会要累的啦 我说为什么呢 因为你都没有写到No 是哦 我什么人的 还有另外一样东西 就是之前老师有提过的 啊 刚刚整天骂老师的 你钱乱乱放 啊 哈哈 工人看到就要去偷咯 啊 是不是你让人造业 啊 刚刚这样老师 对啊 要让人造业 这是坏事 那真的是让人造业啊 啊 很不好的习惯啊 因为 可能啦 这个就是我的坏习惯 哈哈 我们没有那个心说 会防人要去偷 完全没有啊 但是那个钱放在那边就 引起了那个人的贪 对啊 所以就让他造了一些业啊 对啊 就让坎坷了哈 就让坎坷很难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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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OK OK Doctor 那边后面还有两段的嘛 有关那个第十面啊 你讲完那个 记记记十二因缘有的那个两段 讲完他 before那个滅地啊 OK 记地就是十二因缘里面的有 啊 我们十二因缘我们知道有十二个字嘛 有那个有那边 有嘛 就是有一次拿一次拿一次拿的 就是记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阴咯 那个阴在那边 这一生造了种种的业 我们造了种种的业 因此有了业的力 业力 我们就准备下一生再去受报 去受果报 OK 有的意思 就为 随真 就顺着 顺着那个业力 随着顺着业力而真 上这个生死的果报 我们就说 你一直要有 有有 你就是 真那个 你一直要在这个生死轮回的果报 也就是说 随顺着这个业力 真上烦恼 所形成的生死的事实 OK 这个字好像Karen讲我的 你写的那个 那个字写到很美啊 OK 随顺真上 又分两种 一种相应随顺真上 就是对我们自己内心里面的 我们随顺着我们自己的心 我们和我们的心 所的活动 随顺增上他的业力 我们用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心所 所造的业 会增上他的业力 所缘随顺增上 在外面 我们随顺着外边的环境而天流 然后产生烦恼而造业 就是说这个有呢 是有两个原因的 一个是我们自己内心 一直要去拿 一直要去取 这个会增上 这个 这个 基地的 这个业 OK 然后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外缘 外面的助缘 让我们产生烦恼而去造业 所以这个随顺增上有两种 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这个我没有讲过的之前 那个是尔英元那边 那个是圣地那边 OK 就讲到这边 那个基地 OK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有吗 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 到这里过来 对 21号 好了 有什么问题 有吗 老师 老师有问题 好来 每年我们不是要去大扫厨的吗 我们要去找那种竹啊 嗯 对 我们不是要去路边财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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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你要讲咯 你要讲咯 蛤 如果那个竹是野生的 是吗 嗯 不要跟这样子 不要讲咯 你要讲出来咯 土地公公咯 你说这个也 我想要去找事啊 所以我是要一些竹啊 你就再讲出来咯 哦 要这样讲出来咯 你要讲出来咯 所以前面有讲说现在要忏悔咯 啊 不要紧啦 那也不是不会很严重的业啦 因为你你你你当时候是在用嘛 要用到那你就是说 有时候是人家家里种的 你真的要讲的 一定要要问过人家的哈 不可以不可以没有问的 如果是路边的你想要你要讲出来 我想要哈 啊 采花去冲凉哈 啊 这样子咯 因为你拿这个东西是要去做一些好事嘛 他的业也没有那么重啦 明白吗 如果是人家家里你要照会人家 那有些人你们他们怎样做呢 你知道吗 他们就会拿一块红纸红布啊 把红纸啊包个红包就放在那边 那意思是说我向你买咯 以前的人就这样他不要拿的 他拿一个红红布啊 拿一个两块钱放在那里 我给你买 等一下这个红包又让人家照页 哈哈哈哈 为什么啊 那个盘达拉过去了 他又拿了这个红包了 你就对的说 哎呀 我这个你买啊 很多是拿红布啊去绑一绑啊 这样子 很多会这样做啦 但是不是 钱是照要镜嘛 等下盘达拉两块钱嘛 那我是讲法就是你自己讲一讲啊 我这样啊 不变的哈 我希望啊 地主啊 我需要哪一些去啊 就像老人家以前讲的 你在路旁小朋友讲的 地主公先啊 都是放流啦 这个讲起来不一定是地主公哦 上次我有讲过 那些那个是孤独地狱 孤独地狱 有一些众生在那边孤独 在那边受苦的 你们去到山野啊 去那些什么 不要看到绿石头啊 去踢一下啊 去拿一些东西回来 有时候那个众生 他自己一个在那边受苦 你要讲啦 要讲出来的 对 要讲就好了 讲就没用了 那些小孩子 这没哄你 我这样子 你要讲到那个 不要让那个尿射到他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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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嗯 然后我们就 有什么问题吗 你没有讲了 就看什么 啊 啊 我想问一下 我帮你最后这一段哦 嗯 这个随顺这两 这个对内对外这个随顺是 是怎么比较轻 比较更更更更简化的 更容易明白是怎么说呢 哦 也算了 OK 你看啊 我讲这个有的意思 就是属于真 属于真是说 假如 有就是我们拿了 我们有了 拿了一样东西 就是有 对吗 假如你的内心 一直起了那个贪念 你的心跟你伸出 一直跟你讲 我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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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增上 这一个有的力量 对 明白吗 然后在外言 有的人外来讲 哎 再去哪咧 再去哪咧 那个外言 注成你去 取 这个就是 所言随顺真上 不是你这心里想的 但是外言 外面旁边的 那外面的人 叫你去拿 明白吗 随顺就是这一丝说 就顺这个意去做 对了 对了 你顺着他 所以我在看那个顺 随顺着 这两个字是代表什么 随那个人的意 对 随顺着他的意 随顺着他的意 OK 这样我明白 随着他 顺着他的意去做 这两个字 什么来讲解 他是讲增长叶 叶的增长 明白吗 两样东西 使到叶增长的意思 一种是叶 一种是外 你这两个东西就是 随顺着那个意去做 对了 一个是你随顺你自己的 就是内的 一个随顺外缘 这是自己的心的贪 一个是因为外缘而造起的那种贪 对 阿玛丹很好吃 好吃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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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那时候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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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杀的人有业还是怎样吗 有啦 肯定有业 杀的人有业 那没有杀又没有拜 他们又拜了以前的人要拜神啊 一定要杀神啊拜啊 是怎样的 供业咯 供业啦 供业 也是要求忧悔啦 对啦 对啦 老人家要不杀 好像零售杀最多的啦 你问他 哈哈哈哈 没有错啊 我们也是杀很多嘛 你不杀 他们要老人家一定要啊要杀鸡杀要拜啊 你不做 他又没有得拜 他又 拿门马拿来妈 你怎么都不做 那那你记得 照页啦 那你记得 你就不要叫你的孩子媳妇去做咯 其实这个就是有造成一个很多人对我们邪佛 就是在卡在这个这个所谓的英语 就是就是在供业啦或者这个水月报啦这个东西真的会把很多人吓退了 或者说那但是问题呢善根气高的人不会被吓退反而会出出境这种出境这种说法 佛陀也讲过三斤肉嘛 是吧没有一定的 但是三斤肉就有一个方便法 所以就是看你怎样去引导人家 如果你一直跟人家讲 哇你已经造了这么多业啊怎样讲 不吓坏人肯定吓坏 对啊好像说遗父啊 你要引导人学佛你也有丰富的喔 好像那些杀生的人啊杀鸡杀鸭来卖的 卖鸡的人你这样不要杀他不用养孩子嘛 但是你跟他讲哎呀你就有机会嘛 因为毕竟这个有点杀生的东西有机会嘛就转个行啊 但是他如果转不了他你难道这样不要养家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也常常这个是一个很争论的 但是你不能够说因为他要养家你就不能结束掉你的生意 你等下他饿死那家人你不是更造业 对不对 可以以另外一种形式在弥补啦 我也曾经有跟朋友就说不是说 理论佛啦就是说这些东西是 万物是一个轮啦一个旋转一个 一个好像一条链 一条线这样子拉着走的 那么生生死死活活灭灭 那么有这种 怎么说有的要有的有西药就有供应啦 怎么因为 除非这个整个环境都全部都吃素了 那么动物怎么办 就有人也是会叫他们说 那这样情况 那动物也是无辜啊 那也有人说 这动物无辜啊为什么你一定要去吃它呢 这么多选择 所以就这东西真的是没有一个 没有个争论的啦 我们邪佛人就邪佛之间都大概知道哈 我们自己到 该做的不该做 所以我就跟我朋友说 我认为 有一个 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限制啦 不要太过犯事 你觉得人家说 背向天的什么都可以吃那就不该啦 对 你看老师吃长素 我从来不会煮煮任何 叫人家一定要吃素 因为如果我说我家人全部要吃素 那我的孩子每个跑去外面偷偷吃肉 那你觉得我这样的做法 让他们更加产生一种 偷偷因为我避着他们吃 那觉得你说这样对吗 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家人说 你们一定要吃素 你不吃素不可以 又怎样又怎样 你是孩子吃吗 孩子只要跟你吃素 他没有上根 没有在吃素这边 他也跳不起他吃素的音 结果他就跑去外面偷偷吃了 你在外面吃 你只能够在外面吃 你不可以在家里吃 不对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个也是 对 有很多人家 太极端 那种执着 极端 然后你会造成人家会说 人家邪佛邪到这样 那你会把他们避到 这种就是真的避他们倒退 不邪佛了 对吗 有因言的 一切都有因言的 不用你去讲的 他自然到了言 他就自然有的 只是我们偶偶要讲 少吃 少去吃这些东西 这样子 那像你说我们不喜欢吃牛肉 孩子我不太爱 但是孩子 我会跟他讲 孩子吃 我说你们少吃 其实牛也是很辛苦 你们吃其他的 不要紧 阿嬷也不要赶回来 看这样子 你不要跟他讲 拜光阴不可以吃牛肉 他问你为什么 对呀 我就是其中一个被人家问的 我不知道怎么打 我第一次来说 印尼人很多吃牛肉 我说我没事 为什么你不吃牛肉 因为我那时候就这样 很自然 因为是拜光阴嘛 所以 又是光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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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可是你再不是 那你讲不是一个 原理的一个理由 为什么不吃牛肉 哇 来 我们现在 Dr. Jin Dr. Jin 我有一个问题 我想要问一下 那个有情众生 是不是有生命的那些 好像动物 昆虫 人类 对 有情似的 有神似的 有意识的众生 蚂蚁啊 那种也是有情 对 有情众生 如果是植物 树 山 水 河 哪里全部都 无情众生 都是有情的 没有意识的 他们没有意识 他们只是有法性 没有佛性 我们觉得一切有情众生 都是有佛性 OK 有意识的就对 所以你看我们 四生 那些细菌啊 也是有情众生来的 不要以为细菌 不是无情众生 是细菌 也是有情众生来的 因为它是四生 四个生之一 它叫做四生 四生 潮湿的四 潮湿的四 不是四掉的四 一个胎生 软身 是生化身 潮湿的四 刚刚阿龙师兄 他讲的那个 谁算真上 分两类的那个 其实善业也算是可以 对 也是可以 业力都可以 我看到这个所缘 随顺增上 这是后面是 这边写 因此而产生烦恼 而造业 这个我是讲的 因为我是要讲的 祭地 祭的烦恼 祭的烦恼 祭嘛 我讲的这个 四生地的祭地 第一次是我们 讲的都是 着急那个苦嘛 嗯 明白吗 所以我这边 这个解释 我是说 接下来就是有那一句 你也可以用在 好的一个方面 好像你的外言 就是这样子 哎 我有这个什么什么 你也不是吗 那个就是你 真上的那种 好的 缘 我就是想 想问就是好像 打个比例 像最近这样 然后朋友跟我讲说 哦 看到现在嘛 就好像很多人没有食物 所以要捐食物 那刚好就有一个 员 就说 阿金师兄那边 所以就把这个 这样就发给他 这样 这种也是 也是类似之一 这个叫做 所缘 所缘 随顺 真上 在好的一方面 因为我这边讲 这个基地 是记这个苦的 所以我会接上它 产生烦恼而造业 明白吗 你可以用在好的地方的 对 OK Jasmine 谢谢 多多 像Jasmine这样子讲 我们 现在很多人 就是 我感觉上 就是 为了做上事 而去 做上事 然后就 就提供了 很多 food bank 然后我们就 以为说 我们做上事 我们就去做 food bank 然后 就造成了很多 贪婪的人 去 拿这些食物 对吗 你 你三轮提供的 去做啦 对 没有 做就对 你不要 你做就对了 你不要理谁 我都讲你三轮提供 你不要讲 你不死给谁嘛 对呀 你都没有 造成更多贪婪的人 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对 那我们是不是 因为我们的 会不会是因为 我们的无名 所以造就了这些贪婪的人 没有 是那个人无名 是那个人无名 是自己的贪婪 因为那个人 是起了这个贪的心嘛 对 他认为一包 不够拿两包 两包不够拿五包嘛 对呀 因为这个事实上是有的 所以说他们 这种事情发生 其实是 只要我们做的人 是三轮提供的 对啦 自己也跟我们没有关系 对啦 因为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你真的不敢去做 所以你说 这个是闭门不了的 对对对 这好像有人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好像有一个 器械 来跟你讨钱 你不要怀疑 它是不是真的器械 你要给你就给 你不要给你就不要给 对 你给了你不要讲 你这样还要给 不要去想 给咯 不要给咯 不要给咯 在这样的情况 当我们去想那个东西 其实我们的 那个 你的不清晰了 那个业也是会造的 对呀 你就造另外一个业了 那叫烦恼业 虽然是好的 但是是烦恼的散业 我们叫做有漏散业 另外名字叫有漏散业 对 有漏散业和无漏散业 对呀 所以我们想的是 我们提供的东西 是不是适合他们用的 那还OK啊 那个时候还OK啊 对呀 其实我们 我们去捐 这种东西 我们不要是捐一下 捐一点人家不需要的 对呀 对对 那我觉得 其实我们做了 那个food bank的 这个举动的话 就是 那一些人 所以说去贪婪的 去拿几包几包 那个是 那个人本身的一个习性而已的 那 假如说我们没有做这个food bank的话 这个习性本来就是在那个人的身上的 所以他贪婪的话 他多拿几包 也不关我们的事 对呀 对 所以我们做 做这些东西三轮提供 你就不要理他后面发生什么事了 不要去想他了 对对 那个习性动念了 我们就要停止 不要去 去多想 就不好 做就对了 没想到 没想到 走 就是了 对 好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好像小林刚才讲的 要做这种东西又怕照页 那么好不好 就是这样子要有一个声明 比如说写一个布条 每个人拿应当所需就好 如果over了 你就会自己照页 所以他就不敢照页 前面那一句可以讲 后面那一句不要讲 其实你们拿有需要的人才领起 就OK了 stop了 有时候话讲都没有用的 不然没有需要的人才也去排队 我们这样讲就好 其实我跟你说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做很多这些东西 但是我做的是怎样的 我真的问得清清楚楚的 我坦白跟你讲 我调查得清清楚楚的 我想问 如果我们这样子所谓的调查者是查清楚的话 那也会什么吗 没有 因为我不要 我要做得清清楚楚 我不要让人家照页 因为你看 你会面对 因为我们知道的市场上有很多在做布施 他是来争取布施的话 他们是有臭拥啊 又这样那样的 有些是假的 我去问的目的 我是要知道他们是真或者假 我会问他 我会特地 好像怡保 我也会打电话去怡保 我会问清清楚楚 然后人家来跟我间接 我说你给我看 哈哈 我要收集 不是因为我要收集 我不要让他有机会照页 这样罢了 不是不舍 我问的啊 你问他吗 我都会跟我打电话去问问那个 到底怎么样 所以我探听一下 所以我做的都很多是知道的 肯定的 就不会像小林所谓 你说叫我买了来去放在那边 我不会哦 这一点我坦白讲我不会哦 如果你来跟我讲 老师某某某某人 他这样这样这样 我做 我肯定做 你也要理性 做的不要说 现在哇 每个人付Bang 你就买啊 买啊 因为这个东西 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做 池航以前怎么做吧 买到一大堆去老人烟 你只要打开 老人一打开出来 他们里面 Store里面的东西 比我们再来的东西还要多 你是值得吗 你可以这样做吗 现在没有了 现在我们很聪明了 哪里是要 我们就知道 他肯定要这样东西 我就拿这样东西去就好了 你说你老人 然后谁去用 那些员工 就拿回去拍 拿回去卖 所以很危险 对 所以你们也是要有理性 那个就照业了 让你照业 这样的照业的 OK 因为我们是经验之谈 因为从以前做 做就是模糊糊糊 很高兴我做做做 到最后发现好像不对 所以才把这样的东西 更加理性的去做了 OK 好 来 Dr. Jin 一个小时多了 没有什么时间了 来 对啊 爸爸刚才你要讲什么 你要讲什么 你有东西要讨论问题啊 现在已经是什么了 我讨论差异的问题了 对啊 我们的群组还有 7、8、9、10 那几个很精彩的问题 还没有讲啊 是哦 是哦 我们第一组 第七个问题 你在生活中 你以什么心态和形式 理尽佛 谁答的啊 是是是 我们以一可感恩的心 清静的身口意 以真诚的恭敬心 自诚恳切的心 放下傲慢心 带着众生一起礼佛的心 礼尽佛 何时念咒语 读经 求忏悔 大礼拜 保持一可感恩 保持一可感恩 佛的心 时时刻刻 信念着佛 以佛的信念 去迎接 每一天 在生活中 我们以一可自成功敬 修信 修信念恩的心态 和礼拜 来礼尽佛 持有平等和恭敬 对待一切在偏法界 虚空界的 有情和无情的众生 例如人 物 动物 花草 树林 山河 大地等 文事修 断烦恼 修清静 心中有佛 哪里都是佛 结论是 当我们礼佛时 不要受外境影响 心口意要亲近和异 因为也带着 有情和无情的众生 一起礼佛 自利利他 OK 还有什么补充 还有谁 这些都很不错的一个答案 他们一般上 你们的答案都是采集 整个主言的答案 然后把它同意起来 这个不是个人的 你们要记得 这个不是个人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们很 因为你们修学了 所以你们会用这种方式来礼佛 在一个普通的生活里面 你怎么样的心态 礼佛 恩师兄 那天我给你们提起 我们把一切众生都当作是未来佛 所以我们的对人的言行极致 记得吗 我们讨论过 对待你身边的人 朋友 谁都好 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言行极致 因为假如我们觉得未来 一些众生都有佛性 一些众生都会有机会成佛 记得吗 我们有讨论的 忘记了 没有讲到 没有想到 其他可以补充 你们可以补充吗 其他的主言也可以补充 你现在想到的 你不一定过去 你现在想到 你用什么心态 第一我要的答案是心态 和形式 你要看整个问题的存在 你用什么心态 还有什么形式 我们的心态就是说 我们认为每一个众生 都是未来佛 我们的心态就是我们要尊敬 对别人 公公敬敬这样子 OK 还有什么你们要补充的吗 还有什么形式 你们什么形式 去理佛 这个很广的答案 你们不要一直想着 老师讲的理佛 就是对着佛向来 理佛对吗 什么心态 什么形式 其实这里佛的话 如果说你广义来讲 所有众生都是佛 你如果简单的想 我就学佛 佛做能做什么 我就做 所不能做的 我就不要做 又是你的心态 对不对 你不要心 你如果要思维的这么多 这样是对的 没错 我的看法就是 我知道佛该做的 我做 佛不该做 我不做 这就是我的心态 而我理佛的很简单 我每天早上就像做佛 做三个礼拜 点个香 也就是你的形式 就是这么简单 明白吗 你所讲的这些 你们所给的 是很深入 很不错的 每一个人一定要学习的做 但是如果我现在直接问你们 你怎么样的心态去理佛 把所有的众生都当成佛 你就生起了有佛的心性 那么佛是怎么样的呢 佛是对大家恭敬的 佛不骂人的 佛不生气人的 佛是柔和的 你就每天学习佛的心 佛能够做的 这个我可以做 佛可以做 我就做 那就是你的心态 理佛的形式很简单 你家里有按佛 我每天对做佛 点个香 理个佛 我观想诸佛菩萨 这是我的形式 这是我的答案 老师的答案 我的形式是怎样 你们的形式又是怎样呢 老师你这边的佛的意思是说 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 一切终生都是佛 然后另外一个佛的意思是说 我们看到佛 我们怎样去 整个形式 可以很广的答案 如果我把所有 我家里的每一个人 都当到他们是未来的佛 你觉得我会用什么的心 早上我这样 早上 我想问我早上早安是不是圣底佛 对对 你知道吗 所以老师他这个佛 他有两个意思 明白吗 一个你们可以当做一切众生 都是未来佛 来对待那些众生 然后一个你们是说 好像 真正都是有一尊佛在那边 你要怎样去理经 所以你一定要 OK 分享一下 我家也是我每天早上 我都是有礼佛的 然后有一天呢 我就跟阿西亚师兄就 给他看我的佛像嘛 他就讲 我有三个佛的茶杯 你的茶杯离得太远了 OK 然后 所以说就 因为可能 他想法了 应该近一点 你就会跟你的老师上知识就比较靠近 接近 所以我就把它 我就把它每天早上 我就把它离得靠近一点 我就开始觉得 每次郭老师给我的那种力量 真强的 很有射受力 很有感应 但是我又问了 Andy Andy就讲 不是哦 他跟那个 谁啊 格西拉讲 他说这个其实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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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 风湿习惯 然后我就回去思考 原来是这个 其实我们讲摆 不是一个问题 是我认为 当我摆茶杯的时候 我那个心念很重要 我就想 当我摆茶杯 我看到那个这样接近 我就想 我要跟我的老师 我的善知是 有相应 更有相应的意思 到我理佛的时候 是不是 我就以一个信念 比如说这是 以通常了 像这是 我 这是 我 可能现在我要开始写 像 德德金讲 我们要开始要关那个 无常 关那个妄语 那个妄念 所以我就 理佛一下 现在我要开始 要如何去解决 我们的妄念的问题 我会用这样一个方式 来去 去理佛 我办法的一个方式 对 你用这种方式 OK 我讲下一个杯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曾经 格西拉跟我们讲 我们每一个杯 只要分 就是说 不能够离开眼 就是 一厘米 米的将近 其实当时候 他们在藏传佛教里面 他们很在乎 定 其实那个是 当你在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 包括我 我摆佛 我会记得 格西拉所讲的 当你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他是说 你做了 你会更加 跟善事就接近什么 那个时候 法师这样告诉你 主要原因 当你用起一个恭敬心 对着诸佛 菩萨的时候 很自然就升起了 任何的时候 升起了恭敬之心 来对所有的众生 所以他有他的 里面有他的教义 第二 当你用心 在摆放任何供品的时候 那种庄严 就像你爱你的家一样 你把家排个整整齐齐 那你觉得 你一个整整齐齐 你会升起了怎样的心 欢喜 清静的心 同样的道理 所以你看每一个教义 他们你要了解他整个历史 所以你说 为什么他们藏传方面 他们会这样讲 因为可能他们不太在乎 所以他的上司要教义他们 但是他间中有没有教义到 有 我是不是很用心 因为佛在 我要恭敬 我要好好的摆 我不会说乱乱丢 甚至你看 我有时候摆了那个碑的字 我都要请着去 全部这个字要向前面 你不要等一下 这个字向左向右 我又不喜欢 而且我摆了 我要会看这个字 跟这个字 我又摆 这个是我的用心 明白吗 所以没有对错 很多时候 不同文化 用不同的方式 只要你在定中 把它做的庄严就OK了 那么上次要用正方法 再这样涂地 有错吗 没错 他只是要他的涂地 真的用心 然后当中心 你每天就变成一个习惯 串习的一个习惯 就好像我说 你做大礼拜 做什么 你真的如果你做了几万次 你会消业吗 如果你没有用心 你只是在运动 我不是照业 只是在运动 但是你在用心 三个小礼拜 你已经礼尽诸佛了 所以这个形式 但你刚才所讲的是 你的方式 那很多事就有很多方式 可能就拜拜 顶礼这样子 但是最重要的方式 你怎样礼佛 就是起恭敬心 那是最重要 恭敬心 明白吗 OK 你们还有什么可以补充 讲出你们的心态 怎么样礼佛的心态 其实老师 是这样的 比如说 刚才又有提到 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 学佛了解佛 那么就可以更深入 更专业的 把这些字眼拿了出来 原来我本身就是说 在我最初接触佛的时候 这心态就是 很深层的 很自然的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复杂 或者什么叫做 礼尽诸佛也不知道 那就是一个很单纯的 就是一个 恭敬心去礼佛而已 对啊 然后我就这样 这么简单 可是到最后 就像老师刚才所讲的 看三不知三的时候 那个情况是最糟糕了 其实他礼佛还要这样 还要披海青 还要这样 那时候就慢慢地就会 哇 哇老耶 那时候就会开始 看三不知三 看三不知三的时候 对啊 对啊 到现在 在机缘巧合之下 因缘之下呢 现在罗德进开始讲佛法了 跟进佛法进去的时候 你才知道 哦 OK 你还是经过这段 这段的路啊 你才能够更清楚 到时候三还是三 水还是水 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心态很重要 对 心态 世界的心态 理念很重要 所以礼佛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 很单纯的东西 可是因为 为什么刚才可所说的一个碑 为什么一米的距离 那个就是说 很简单是在管理层 这就是一个 一个系统 一个控制 就是一个 一个什么制度 按住你的心 对 那个是一个制度 所以你传承下来的时候 就每一个 道场 每一个 排斥都是一模一样的 人家看起来 哇 这个真的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一个 就是教育 对 是这样 其实好像你说 好像老师 好像本意其实要train 那个第一个用心 那个文化 定 这样子好了 那后来演变成 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那样 其实不是的 也就是一个执着 我在家也是这样 我的茶杯也是有自我 每次我要转到 真正正正 每次我在家里也是 他拍到水表 我就转转转转 哇 我还要转转 这个是好 这个是好的 就是证明你很细心的 在处理每一件事情 没有错的 对 要不然就乱七八糟 那有些就跟我讲 很简单 不能拜三 不能拜四尊 只能拜一尊 或者三尊 或者五尊 我跟你坦白讲 你是在迷信 哪里有这回事 我拜一尊 但是你以为我哪像拜一尊 我拜诸佛 他只是一个代表 OK 如果你真的 有些人问老师 我不要按菩萨可以吗 可以 佛在你心中 因为你按了 你不拜 给他按 你不要按 明白吗 对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要看 我们到了怎样的层次 佛像 只是一个像 对吗 对 当你还是不尊重他 他还是一个像 但是你恭敬他 他是真的佛在那边 因为你在拜的时候 你起了一个恭敬的心 佛在了 这样的心 所以讲实在 你们这一组的答案非常好 如果你们能够每一样去了解他 你看他 我跟你讲 你们受益无穷 非常棒 但是如果我现在只是问随便一个人 问你们一个人 你们要怎么去讲 你们不可能用这样这样这样 那你就告诉我一句话 你应该跟他讲说 我就写佛所能 写药 佛可以做的我就做 佛不可以做 我不做 然后我看到任何人 我就起恭敬心 这是我的心态 来礼佛 来 老师来 我要讲 我还有新的东西 要不要写一下 好啊 来 他背着水三分四就好 不会太满 除了这样子的摆设 其实是真的是可以庄严到你的整个 做上的东西 所以 因为曾经我在回我的家乡 我这样子摆 我弟弟有讲过 我很执着 可是我没有去理睬他这个东西 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庄严的 庄严 你看了你会很舒服 你起来 你做了 然后你觉得 这个很舒服的一个方式你去做 然后另外一个方式是教你 我每次点灯的时候 我都会用观想诸佛菩萨在我的虚空上 然后我会用供品 你观想那个供品 你看我们已经有拜良王宝叉 我没有实供 我用实供 我观想很多实供在每一个佛的前面那个座上 所以你在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 你会去理睬他 然后当你在生活下来的时候 你所做的每一个东西 你都会知道佛在上面 你在理睬他 你都会知道你自己在做的每一个动作 我还有一个讲法是 我不让人伴佛 我也不去伴佛 我用这样的方式行事去做 因为你自己本身已经写佛了 你知道佛所有的好的东西 然后你在写着他 然后你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 你是不是不要让人有这种机会去做伴佛的东西 然后你自己也不要去伴佛 因为我们有时候 这个不是说只是个人 当你在一个大团体都好 因为这些东西是一些发生过 在一个大团体都好 比如说你在慈航 当你在慈航你出去 因为你面对很多东西 有人讲 你知道你就会讲 慈航这样子这样 我跟你讲 你在帮助佛 慈航是一个佛教团体 你也是在帮佛了 这个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当你知道你在做这样的观想的时候 你诸佛在天上的时候 你知道有佛在你的心中 就是在里经他 我就是这样简单 对 你看 好像你说供佛要五粒水果 不可以四粒 这种种种都有人讲 那也是一个谜 为什么呢 就像你供一杯水 当我在供水的时候 我倒下那一杯水 那一杯水可以洒进遍天下 你要有这种观想力 然后你在顶你的时候 你不是拜你家里那尊佛 你拜诸天的佛 家里那尊几尊佛只是一个代表佛 它代表诸佛 所以你要用这样的一个心 所以用怎样的心态 用怎样的去供养 去学佛什么的心态 什么的形式 这个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你说我没有安佛像没问题 你就是用心 每天早上用心合掌 在一个干净的家 你观想诸佛菩萨 你用恭敬心理佛 用心 所以理佛最终的就是用心 去相应佛的存在 然后去跟着佛的教育而走 然后用沉沉的心去理佛 这就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然后你说念咒 念经 大礼拜 那也是其中更好的 也是可以顺念你的定 顺念你的恭敬心而起来 所以你按佛像是因为我们常常想 我们要佛在我们的家 然后我们一进来 我们就自然 我也跟你讲 自然会起恭敬心 所以你天天在起恭敬心 持续的话你变成一个习惯性 明白吗 OK 还有这一题 还有谁要想你的心态和形式呢 刚才我们的师兄我跟你讲 我分享一下 来 我分享一下 我的方法我就比较简单 直接一点 其实我每天早上我会理佛 就像我是在佛前 就是说温训 因为地方比较小 那么呢 我其实就是说 我的信念 每次我都会讲同样的东西 就是说 向佛学习 我一定要去 学佛的那个 他的 所教我们的教义 要让我有一天 可以成佛 就是说 每一天 就是发一个这样的愿 然后 当然是恭敬的是说 我们回观想 佛的存在 我们百大师的存在 就是说 一直是在发愿的方式 就是说 要像 关于菩萨 或者是我们的释迦摩尼佛 去修行 直到有一天 我可以成佛 你用这样的心态 这样的心态和心思 很多种种 很多各有各不同的 美不你的家里有安佛吗 美不在 有 我的很简单 老师 因为上次我问过你 我家有安佛 一桌很小桌的佛 前面还有三个小佛 我只是放一 我通常是有水果 还有有时鲜花 还有那个 一个大杯桌的杯 可满大杯桌 很简单单 还有蜡烛 我每晚 一定要开个蜡烛 给它光明 所以我的家里早上 我一定是 花那杯水 然后我就倒去给 全部人喝 然后我就做 餐品人士具 我就带四次 然后我就 起愿了 我就起愿 通常我是起愿 给大众中生 世界和平 很简单的我 因为我不知道会讲话 所以 对 你要你的心态和心思 对 你的心态和心思 现在我明白 OK 现在老师要知道 谁家里没有安佛的 给我知道 OK 隆儿 你家里没有安佛 没有安佛 没有啊 OK 你用什么心态和心思理佛 我要唱 你告诉我 你用什么心思和心态理佛 不是 我自从我们学了那个观想诸佛 我就是每天这样子观想诸佛 然后就三礼拜 有时候是初一时候我有灯 就说我会起灯 然后就这样子 之后就摆在一个高的地方 就这样子 你看 这也是一个形式一个心态 你看他没有安佛像 但是他用这样的疏佛在虚空 也是一个方法 Alan家里也是没有安佛 Alan有安佛吗 Alan在谁家 你有安佛 那你用什么心态和这个行思理佛 Alan开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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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知道你们 你用什么心态和心思 因为你家里没有安佛像吗 我没有安佛像 你用什么心态 没有 那你用什么心态和心思去理佛呢 我还少了 没有 就是你的心 你一早上起来 你会不会想到佛菩萨这样子 我念心经这样子 阿弥陀佛这样子 就是一个心思咯 你看他没有安佛 我老师的意思 这里就是一个心思 你就是一早起来会念心经 会阿弥陀佛 这就是你的心思 你的心态是什么 你念这个阿弥陀佛跟心经 你的心在想着什么 我不会讲 不会讲 但是你是不是在 就是说我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然后就有一种专注的心 对吗 念着心经 你看他家里没有 他也有这样的一个正念 在理佛和念佛 所以我要的就是你们日常生活 因为有些真的很不方便 所以要安佛补散 那么你说没有办法 我们就用这种心 就是我的礼佛的心态 是每天早上升起来的时候 会想到感恩佛 然后我要学习佛 今天平平安安 一切顺利 国泰明安 然后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也是一个心态 你明白了 这也是一个心态 就是你用什么心态和形式 有些就坐下来就念一部经 或者这样 那他没有佛 但是他还是观想整个西空佛 所以你看 这也是一种心态和形式 老师我想问 什么问题 老师 老师 来阿弥陀佛 什么事 老师好像 好像我这样 如果我 我会治愈 那个西方 因为我是 我是正在我家的西方 是ok的吗 老师 白方都ok 我都讲 佛都在十方都有 差不多吗 你要十方这样 你不要跑去厕所里面就好 没有 没有 因为刚好 刚好那个阳台是像西的 所以就想 就站在阳台吧 西方 你要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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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回调图了啦 像西方 那不是更好吗 你就是 一心要 一心要 像西方 西方 西方 不然就像穆斯林了啦 像西方 那可以啦 ok 再课题 那我们要像哪里 像哪里 随便是吗 随便 十方都有诸佛在嘛 你不要像厕所就好啦 好像没有像厕所 没有像厕所 你整个干净的地方 然后就坐下来 你不要像我们所说的 像南方 像南方 地藏菩萨也可以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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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方都有 十方都有 对 我很讲究 心 我很讲究心 真的那个心很重要 ok 还有什么 我每天晚上 那三个礼拜 就是 归佛 归法 归身 三个礼拜 就三句 ok 第八 我们讲什么 佛与父母的分别 谈谈你的见解 ok 谁答的 谁答的 你现在得定他们是把名字写在旁边 就不用去想 得定他们那一组就有写旁边谁讲 我来 我来 谁 我来啦 ok 所以佛与父母的分别 我们是 主缘讨论过后有分 三个部分 第一就是说 佛和父母的 他的爱 佛的 佛的爱是大爱是无私的 然后父母的是属于比较私爱 就是说 比较疼自己的 是说自己的孩子啊 自己的什么 他是比较私的 不像佛的是比较大众的 而第二个就是说缘分 所以我们跟父母的缘分是这一世罢了 然后跟佛的缘分是说 假如每一世都有缘 我们都适时可以遇到佛 所以这个叫做适时缘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 就是教导的部分 父母假如是教导孩子 是比较专注性的 就是个人的 然后佛的这个教导呢 是比较用他的智慧去分享给大众的 他不执着的 也不分 就是说不分上下 不分种族 平等的 对啦 所以他的答案 我们有分几个 就是说佛是生生世世来度救我们的 来救度我们的 保护我们的法身灰命 父母是来保护我们现世的这一生的色身 然后第二个说 父母养生 佛养心 说父母对子女的情爱是一世缘 父母在世时子女必须尽孝道 佛对众生是生生世世的 是平等爱父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我们还可以多是学佛 然后父母教授世间法就是说 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他会惩罚 他是属于比较小爱的 佛陀是教授从世间法到出世间法 所以他会宽容我们的身口意 他是属于比较大爱的 而佛是导师 他是明了世间宇宙的一切正法 父母是家庭里的主角 要拥有责任和爱心 去爱护自己的小孩 佛就好比我们生生世世心灵的生命的导师 父母这是 赐予我们这个色身来的 来到这个娑婆世界 生活的恩师 我们需要孝敬父母和共佛 以报答我们给他们的生命的延续 OK 另外一个是自己的要补充的 就是说 父母都会为自己的儿子安排 一条很好的路叫做康庄大道 佛是教导我们必须走自己要走的路 然后去理解 从生活中去理解去解除 他给我们一条解脱之道 这就是他的分别 父母和佛的分别 OK 还有其他 你们这个里面的见解都非常好 所以讲的就是这样来解释 这样出来 大家会更明白 那么其他的对佛与父母的分别 谈谈你的见解 这个是这一组的见解 其他主缘呢 佛与父母 有什么分别 这个很清楚的讲解了你们的见解 OK 那么你们 刚才那个是羊 他们一组的 其实他们这个是整组的 它是我们的羊 这个人都是问其他的主有什么 对 这是整组的答案 不是一个人 这个是主缘的 所以综合起来 我们也不可以说这个是谁的 只是综合起来 这个 其他主缘 你们有商讨这个问题吗 佛与父母的分别 严格来讲 主观的来讲 这就是真正佛和父母的分别 所以还有没有 还没有其他的答案吗 讲完了了吗 对不对 佛将母父母将 佛将父母将 那有什么要补充的 还有一个我跟他们提起的 佛呢 不会对众生起 诚恨心 我们父母呢 怎么怎么爱那个孩子都好 这两王宝参有讲过的 你孩子一做错事 多多少少 你会生气 明白吗 只是佛 假如我们做错事 佛只会可怜我们的无名 明白了 只会觉得我们这些众生很无名 父母就不同嘛 孩子做错事 多多少少 一定会生气 严格一下 生教也来了 啪啪啪啪 就像 OK 所以 我本身觉得我们的父母呢 爱呢 有一些 我有一些思在里面 当然呢 会有一个子在里面的 佛呢 是大爱来的 他没有那些思和执念在里面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对 同体大悲的 恩 这是这个很自然的啦 因为这个佛和父母 它的分别是很很真实的 你们所说的全部很真实 但是如果我们真实来讲呢 佛和父母是可以把我们的家里的父母当佛 你知道吗 为什么 父母如果是一个好榜样 是一个学习的对象 他是以你生命 所以因为父母 所以你才会跟进佛 没有父母给你这个设身 你也没有机会礼尽诸佛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那种他们的体现 就是父母的体现有所不同 但是如果你们的见解是对没有错 但是我们的看法就是说 我们对父母也要当是我们的佛 这个是最终你们要记得的 你们知道是父母的恩德和佛的恩德 有很多课题在谈论着 到底父母的恩德大或者是佛的恩德大 这个课题有曾经在佛论里面谈论过 到底你要你告诉我哪一个的恩德大 父母的恩德大 你知道父母的恩德大还是佛的恩德大 有很多在争论这个课题 我曾经在一个佛论上就听到 所以我才问你们这个问题 其实真实来讲 如果我们说藏传佛教 他们是上师大还是佛大 上师大 上师大 因为上师把佛教研 所以我在这里认论一说 父母就像你的上师 对 所以你说有分别吗 是没有分别 你要把你感恩佛 然后你把父母也当佛 平等的去理尽 就ok了 我的见解是这样 明白吗 所以我的见解 就是说其实我会把父母当作是佛 一样我共进佛 也同时共进我父母当作共进佛 这样子 我没有分别 那是 我问一下那个佛的四重恩 父母恩好像是在里面的 对不对 对了 我记得这个东西 对 国家恩 众生恩 佛恩 父母恩 对呀 四重恩里面 国家恩 父母恩 众生恩 佛恩 为什么众生恩很重要 因为众生也是佛 所以你看你们的见解是对 你们的分析很强 你们很好 所以我透游你们的答案 我知道你们真的用心去思维 你看你们可以思维出这么多 我思想不出来的 我很好很棒 我赞叹你们 但是回归整体来讲 我们的父母跟佛是同等的 我们要把父母当成是佛 那你就会做到尽孝 所以做经销 所以你可以看到市场上 为什么我要把这个问题带出来 因为我在一个佛论之中 我就有他们两个论在论写 但是我又想到 我们的藏传佛教他们说 第一上师第一的 第二才是佛 为什么 因为上师是把佛的教育传达给你 所以他是第一的 他们把上师供养佛 把上师当作佛来供养 他们是供养的 不像我们佛法身 他们有上师也是一种的 所以同样的 我们今天会学佛 是我们家里的佛让我们学佛 就是我们把父母 你一直这样思维的话 你就不敢不尽孝 因为有些市场上 其实有很多佛教徒是在学佛 但是想到孝这个字 他没有 他只是在学佛 但是变成说有很多 话来讲对外 有些人不把家当家 把外当家也是不对 你知道吗 外面称兄道弟 开马开也一大堆 家里的那个父母 你都不尽孝 你开那么多也没用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记得 尽孝是最重要 明白吗 这个课题还有谁要补充 那个谁举手啊 教会是吗 老师 老师好 如果说 我个人的见解就是觉得 就是父母和佛 是平等的话 这样我可以说 就是佛他就是 老师嘛 就是教会我们 就是如何实修 就是有那个方法 然后对于父母 因为我们肯定是对父母多过 对外面的朋友还是什么嘛 然后就是可以是变成是实修的 就很像可能如果父母是三子 是将他教育我们做好事 这样子我也一样实修好事 这样假如说是父母是可能他是坏的 就是可能他很凶啊 肯定也有坏的人嘛 这样我也可以实修成为 就是我不要成为他这样 或者我实修就是 就是不要让他们影响我变坏 就是从他们身上来学习 这样就是变成 父母教材 对 这好像老师说的 他其实是来度你的菩萨 对 这样的说法 其实你就像你妈妈 父母学习的一个好榜样 当然 父母 我们也可以说有些人 他们真的没有好榜样给我们 那你就不要学他的坏样啦 但是你去度他不是他来度你 那你就敢去改变他 所以很多时候我跟他说 最大的校道就是带你父母学佛 很坦白讲 你给你爸妈住大洋房吃大肉 没有用的 吃完了没有用 他没有办法了脱生死 他只是享受他的安逸的生活 真正就是你能够度你的父母亲 念一句阿弥陀佛 你就是大校 这一点你们要记得 真的 你会叫你父母 你一句阿弥陀佛 你就是大校 因为你让他脱离六道不生死 或者三二道苦 这个很重要 还有谁要补充这个课题 这个课题是蛮好的 是崇恩 伯恩 众生恩 伯恩 众生恩 众生恩 伯恩 众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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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如果没有我们进去 第九题 来 谁 谁在讲 第九题 下来 父母是我在心的佛 佛陀佛就是我在心事上的佛 你们听到吗 父母是在他心里的佛 对 佛 是在心事上的佛 心事上的佛 心事 意识上 意识 心事 心事的 OK 就这样子 他父母是他心里的佛 然后佛是他心事上的佛 可以 很有声度 要值得去思维一下 对对对 不错 还有其他的 你看其他主 他们有拿这个课题来讨论的 这个一个简单的答案 对啊 父母就是他心里的佛 但是佛是他心事 就是他改变他的意识 转世成智的一个佛 对吗 以觉悟的真理 斑结者父母是还未成 未觉悟的佛 你看阿都纳的答案 佛是结悟的者 父母还是没有结悟的佛 还是佛 未来佛 对 父母是现代佛 父母是还没有结悟的佛 对 对了 你也算好烦 你怎样不结父母 父母是还没有结悟的佛 对 佛已经结悟的佛 还没有结悟的终生 来 来 其实父母就是让我们有机会 对啊 拿到这个对 我们才有机会去写佛 再从佛这里才转 转世去 转世回至了 对 OK 好 来第九题 你会用什么方式以他人分享佛 你会用什么分享 来 Yan Yan 大家晚上好 那第九题里面提到就是我们以什么方式来和他人分享佛呢 首先就是刚才老师有提到就是佛其实是具足圆满功德的觉悟者 那佛他本身已经有圆满的智慧 所以他有这样的力量能够帮助到我们领导的乐 可以从这个迷惑和痛苦之中 帮我们写脱出来 就是跳出圣子轮回 那学佛其实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修行用在热常的生活当中 首先我们需要就是把我们的心去学习 用我们的心活在当下 没有烦恼的当下 然后心就处在这个清净自在和净本书之中 其实就是佛的读解了 那要讲学呢 首先我们需要就是要很精进的去学这个佛法 那首先我们先要以自己做出一个改变 就是从生活上去串习 然后学佛呢 最重要就是要找到自己的真如本性 就是老师有一直讲到我们找回我们自己的真如 那在学佛的当中呢 我们需要就是要以身作折了 就是之前自己还没有学佛之前 有提到 有讲到这句话 就是说不要学佛学到这样 那现在呢 已经了解了 那就是和别人分享的时候 就不会再重复讲这句话 然后呢 怎样去和他人分享呢 就是 其实我们要告诉他人 就是说佛的教育其实是很生活化的 它和其他的宗教很不一样 就是佛是没有限制我们不能 就是学佛不能参与其他的宗教活动 因为我们也是要在生活当中 要穿起这个四色法 所以我们也需要融入他们 在他们的宗教 我们大家一起共 就是共处 最后其实佛的教育和其他宗教一样 都是教我们怎样相散 那下来其他人呢 就教给 Grace师兄来 来提 讲一下 Grace来 Grace你介绍 下来的就是 我要跟你就是讲 以什么方式跟他人分享佛呢 就是和人分享佛的大爱 因为佛的爱是为慈悲的 对众生一切都是平等的 然后以佛的教导 为我们做人的底线 比如三十七道品中的法正道 佛叫我们要有真见 有真思为 真语 真业 真命 真群 真面 真定 从这些 八正道的法义中 了解佛的真实义 我们聊着过后 我们聊着过后 大家要互相尊重 然后可以广界三年 还有和谐共处 一个就是透过佛 种种的教育 我们可以修得 平等和气的心 以不等和气的心 对待一切众生 因为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 就分享到这里 其他主员对这一题有什么想要加强 或者要分享你们所说的 你怎样与人分享佛 你要怎样跟人家分享佛 什么叫做分享佛 你要抓停这个题目 你要以什么方式跟人家分享佛 还有其他的主员麻烦你 其实我本身就是说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我是佛教徒 那我们自己的那一个德恨 我们自己的行为那些 我们都要 假如说已经是调整了 每个人都看到你都觉得 你所说的那些话都有道理的话 我觉得在这一方面 我们真的要有一定的 一个下了一定的苦的意思 改了过来过后 假如说我们过后再讲一个 很浅白的一个佛的道理 他们都会很射受的 那假如说自己的那个行为 自己的德恨都不在那一边的话 你已经讲到 什么道理都讲到一大轮的话 那些人不能射受 我们跟人家分享 那个心福利都不在那一边 所以说到最终 我们自己本身的那个行为 我们自己本身的德恨 给我来讲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还没跟人家分享 那时候我们已经要把这个弄得很好 是啦 不要人家讲你学佛 学到这样 你生化者 你等下去跟人家分享 对 很相信你 对 很简单 对啊 老师你说要跟人家分享佛吗 现在自己要先看看 你看你自己多少精良 对 对 不然的话你真的 你是在叛佛 你不是在分享佛 因为你自己的行为还不行啊 对 我觉得不简单 这个要跟人家分享佛 要有一定的程度 我跟你讲 对 你看哦 你要跟人家分享佛 你是佛教徒 人家都知道 我是佛教徒 我跟你说 我要跟人家分享佛 意思我的其中一个目的 我就要度人进佛门 对 你再跟人家分享对不对 我的目的是 我要度人进佛门 当然第一点啊 你可以很简单 有些你看了哦 我们《试色法》里面也有讲到 我们看了这个人 哇他很有善根耶 我去旅行回来的话呢 哇这尊佛好庄严啊 我买一个小尊佛 哎 这个佛给你戒眼 哎 你看透这个人很喜欢佛像 你给他戒眼 那你就跟他分享 也也是其中一种分享佛 但是最真正的分享佛 我们不只要分享 就是跟人家说 佛的功德力啊 佛的庄严相啊 佛的所好啊 这些都用来谈论中 但是真正要分享佛 你就像刚才 Adeline这个Andy所说的 你一定在学佛中 你一定是要先断 你自己的烦恼 你要先树立一个好板 你如果烦恼不断 你的所知障不断 那你每天都跟人家没有树立起一个好板样 没有树立一个内涵 你觉得你可以跟人家分享吗 所以你要分正跟人家分享佛 先改变自己 你没有改变自己 你不要跟我说 你跟人家分享 人家看到你飞掉 你一定要以身作则 然后当然你一定要 你看啊 你要跟家人分享佛 你要让家人先服从你 怎么服从你 你过去的坏习惯啊 跟他们对立啊 你过去跟他们不合的对立 全部调伏了之后 你就有机会分享佛 你不用分享 他们已经知道 你现在你学佛我也要学佛 哇他改变得这么好 我跟你一起学佛 你已经在冥冥中 在这个生活中 你已经分享佛了 所以真正的分享佛是先调伏自己 改变自己 以身作则 你就真的在分享佛了 明白吗 OK 那还有其他的更好的答案 或者有想要分享的答案呢 我其实我有另外一个东西 我是说要提出来的 就是说有好多 或者是说佛教徒 他们刚刚觉得学佛的好处 学佛的他的他的他的 哇那个那个那法喜 他们就看到谁就唠唠叨叨的 就讲了一大堆佛理人家 那这个情况 其实我也是面对到蛮多的 不是说我们的师兄们 有很多正在学着佛的 他们就开始了 就哇唠唠叨叨的一直讲一直讲 看到你就跑了 对对对 一看到他在这里 就第一个的感觉就是说 哎呦他来了 我要快点避开 然后我就觉得就很反效果的 去分享什么呢 我知道我曾经听过 我曾经跟我讲过 他的姐夫以前在静州 哇一来就拿书 拿书拿书 对对对对 一来就拿书 我们一通报就拿书 其实这也是 也是其中一个会烂人家 还没有真正大陆佛门的话 一生作则最终 我还是佛度有缘人 对啦 最细化是对 不过我是觉得最终 最终老师要的答案 是很贴切 很生活化的答案 你们的答案都对 我都跟你说没有对错 因为你们写了法 所以你们会用法语来讲 但是真正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先写的告诉自己 你现在的思维是怎样 你没有以身作则 好像你们天天坐在我平台上 跟我写打桌 我写念经 但是你没有调伏的话 你会给人家讲一句什么话的吗 你们走火入墨 你们走火入墨 为什么天天这样子 如果你天天这样子 然后你修得很好 你证明了给你身边的人 家人看 我跟你讲 他们跟着而来 他不会说你走火入墨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分享火就是以身作则 调伏自己 OK 好来 最后一题 佛对你的生命有什么启示 谁答 快点 你们这一句 你们这一句 Dr 哦 本来是 这是我 是毛利 毛利 so 我 爸爸对我的 指示 让我的 思维广阔 不自着 然后改善我的 指示 然后 自然 就是 就是会慢慢我的贪 我的烦恼 然后 我的烦恼 然后什么 angry 会慢慢 称恨心 然后我的 生口意 要慢慢去改变 然后我 自己的生活 就是 给我 一个 很好的 direction 就是 方向 万后的 没有时间的 就是 一早 一早 就是要 离佛 然后 领经 读 心经 大贝族 然后 大贝族 那 就是 meditation 然后 下午 吃饭 的时候 快点快点 去 读 地藏 王 本宴 对 然后 晚上 也是要做我的功课 所以 就是这个 是我的 提示 就是说给你 利用你的 狭满人生 寻求你的 证实 有价值的生活 他给你的 启示是这样 很好的 就是他给你 拥有 在生活中 串习你自己 之外 也给你了 一条 很明朗的路 在这个人生之中 往佛路走 珍惜每一个当下 这也是很好的 一个启示 很好的一个答案 OK 还有 还有其他的 不要浪费 狭满人生 对 他在珍惜的 不要歇态 不要歇态 还有什么问题 在启示方面 启示很多 佛的启示太多了 好 最大的启示 叫你怎样 做一个好人 佛的最大启示 叫你怎样做一个好人 做好人不容易 接下来 他给你的启示 最大就叫你 怎样做一个好人 你做了一个好人 你就可以做佛 你好人都做不到 你怎样做佛 菩萨呢 对不对 可以加一个 有用的好人 有用的好人 对了 有用的好人 好人每个人都是好人 要做一个有用的好人 更加贴切 因为记得明朗法师讲 对了 佛他有一个小孩子 整天玩游戏 他妈妈讲 他很乖的 在家整天玩游戏的 很乖 他就跟这个家长讲 OK 他很乖 是一个好人 但是有用吗 嗯 每天在玩游戏不了 没有用 所以他要把孩子 叫他一个有用的好人 对 有用的好人 对 所以真正的启示 他给我的启示 是做一个有用的好人 但是当然我们的启示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每个人的启示不同 佛的启示给我来讲 我可能能要讲 原来我这一生很有福气 我能够跟佛的路走 也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所以我改变我自己 OK 这边有一个答案 阿Kid写的 在没学佛前 每次遇到问题 只会向外寻找答案 嗯 学佛后呢 才知道 不用再往外找 因为一切为寻找 对 这也是一个启示 很好的启示 很好的启示 其实没跟他启示不同的 有些人说 我学佛后 我的启示告诉我自己 我原来在六道轮回 是痛苦的 我要快快 好好的去修好 我这个法身 直到我成佛 那你看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所以没有答案 没有对错 所以老师在这边跟大家讲解 因为我们是第一组罢了 所以下来老师要的是 你们真实性的讲 你们不用去找很多 你就真实的这样带出来 来讨论 来讨论 你们才会进步 还有呢 就是说 在这个主言方面 你们也不用急着说 我今天一定要打 然后怎么样 你们不要给自己压力 我们跟着时间 因为本来今天讲一个小时 到时候我们站在扯了 也不错 半个小时才讲完这几题 所以我们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我们也没有 没有办法再从第二组开始 那我们下一轮 下个星期三 下星期三是观音弹对吗 对 对啊 对啊 我可以到晚上照样上课 我早上拜 早上我会为佛堂告诉大家 所以照样上课 所以下个星期三 我们同样晚上照样上课 然后观音弹会什么 做些什么 我会告诉大家 几点几点 你们上平台也可以 然后我们第二组的 我们下一轮才开始 好不好 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但是老师要的一句话就是说 就是这样来讨论 而不是一定要跟我做到一大堆功课 然后弄到自己这样辛苦 不要 你谈论就好了 还有第一到第五题 Dr. Jin的书的答案 完全就从讲义里面找出来 因为我知道 我看了第二组的 有些他们把这个 中级的把你们 从五个找的答案 全部搬进来 还不要 你就直接从我们的讲义 因为你看 我们初级是这样 中级佛 中级我们也讲佛 那么那时候才达更深的答案 更深更深更深 就好像我教你们一加一等于二 当然以后我会叫你二乘以等于二 对不对 先叫加减法 然后再次 乘除法 这样慢慢的 不用急着 一下子把那个答案带出来 你就跟着这个法医 打出去就好了 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要的就是这样 所以谢谢大家 你们大家的用心 真的很感恩你们的用心 我希望说我们以后的讨论 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就是这样互动 我要的是互动 我要训练你们懂得讲 懂得去发表你们自己 而不要说 我不懂 我不会 讲出来 因为有机会 有一事 你会成佛的 你要成一个法师的 你要出来度众生的 OK 那时间很长了 谢谢大家的用心 这里 我顺便跟大家讲了一件 非常令我心痛的事 哦 嗯 嗯